四個項同時在比 男子一共六項 每輪有兩項輪空 這一項呢 就是第一組的時候 雙槓和單槓輪空 好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安瑪的場地 這一組 就這一輪比安瑪的是 韓國隊和中國台北隊 韓國隊的第一位上場的 勝手朴敏秀的安瑪比賽結束 在安瑪這個項目的資格賽當中 成績排賽第一位的是 中國的台北選手 李志凱 他當時呢 安瑪資格賽是6.0的難度 9.050的完成分 資格賽排名第一 這次他也將成為 安瑪單項決賽的 金牌競爭者 在今天 中國台北隊跟韓國隊 同在一起 那麼他將是在今天的 安瑪比賽中是 最後一個商場 剛才的朴敏秀 13.80分 這是他的安瑪 非常感謝 很感謝 這次是